不要講完就結束了 不過我們今天好像沒幾個人 所以時間到... 我們先不用立刻結束了 可以... 這好像失眩的某某樂趣 好啦 所以我們順便是TonyQ 然後再來是這個LY 那 他講的是這個預算視覺化的奇幻理程 大家知道前陣子有上一個新聞 是柯P把預算發布成解構化的資料 然後 這個TonyQ很快就做出了視覺化 那這個視覺化其實是 在GINV剛開始發起的時候 我和Kirby 跟其他朋友一起做的那一發題 所以三年後他突然變成 拿來再去用斐釋符的東西 所以這個還蠻有趣的 那我們就請他來分享 這個斐釋符 你多多點嗎 致釋符 有今天最多的 都會... 然後... 我希望... 我可以跟你看看... 就是你現在畫面看到的都會上去 好 OK 好 今天是要講預算視覺化的奇怪旅程 那我今天其實是想要跟大家講一個故事 所以我沒有準備投影片 發生什麼了 OK的 那先講一下那個預算視覺化的最一開始 那一年雅務Hefton嘛 那一年我記得我非常深刻 因為那一年我睡過去 所以我寫了兩萬字的東西就沒有用了 但是有一個奇怪的故事 那一年的雅務Hefton其實我在嘛 那一年我有跟幾個夥伴去參加 然後參加後來我記得得了一個五萬塊的那個嘉獎 對不對 還是北市府開網獎的 忘記了 然後那時候就是高家長他們做的那個預算視覺化 剛好前兩天碰到Kirby 剛好在一個奇怪場的碰到Kirby 剛剛跟他談的一次他突然跟我說 他也是作者之一的 所以我才驚 世界真笑 對 那我先講一下今天這一次的這個故事啊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其實對我來講 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意外的事情 從整個專案對我來講是非常意外的事情 首先這一開始的時候是北市府他們提出要主動提出說要做預算視覺化 然後他們當初的設定就是中央總預算系統 就這一開始設定的藍圖就是中央總預算系統 然後他們就是跟主機處要了他們的預算書跟預算檔案 然後要來之後當然中間還有一些波折啦 那要來之後就碰到第一關問題 第一關問題 他們預算書的資料 喔對網站上都有相關的那個看上照機 看這個看上照機已經不太對 還有換個位置網子 還有網子去修他 那他進來 基本上他進來的時候就有一堆非常多的資料 可是最一開始進來資料的時候很尷尬的事情是 第一個問題是 欸我上次在做我沒有做完知道什麼是正識別 什麼是最初正識別預算表 什麼是正識別 我知道 對我讓你知道 那怎麼是機關別 對 那 那時候我們就很尷尬 就是第一關卡關 因為不懂這撒小 後來才知道原來正識別指的是 那一筆錢是用在哪一種類型的支出上面 就是比方說交易支出啊 就是還是什麼類型公共交通支出啊什麼的 就是他是做什麼事的 那 如果我講出要請你修正武器 然後機關別的部分是 那是哪一個部會 哪一個局數要用的預算 對 那以我們現在要需要 因為我們要細項 有細項的部分是以機關別 但其實我覺得正識別是一樣的重要 但那一塊資料一直非常的殘缺 那是我們現在站在努力的地方 那總之我們拿到的資料呢 就長得有點像這樣子的東西 就是一個奇怪的Excel Format 然後我們先把它轉 簡單轉成CSV之後 就會看到是一個非常破綴的東西 對大家應該理解這是什麼東西嘛 應該看得出來 那那個時候台北市資料局 就把這個東西 post到一個 Open Data Group Facebook Group 然後就問大家說 欸大家有沒有興趣來幫我們做一下 那個預算視覺化的資料的整理 因為他也清楚知道Excel是不能用的嘛 他也知道這個東西不能用 那個小朋友 然後他就說有沒有人可以幫我們整理一下這個資料 然後底下有一些簡單的討論 然後大家的一致的評價就是 這不是Machine Readable 然後這東西感覺很困 要用它很困難 然後我那個時候一開始呢 我記得那是禮拜一 禮拜一的時候要發上去 然後我就路過 那時候我剛好禮拜二還禮拜一晚上都路過 我就心裡想說 這要清理好不好 我最好忙 我那個禮拜真的真的很忙 然後那好忙 我就放著吧 總是有人會做吧 不過就是資料清理而已 就Excel表 表格排排 就要拿個Excel 拿一個一個複製貼上 了不起也是半天一天就可以搞定的事情 那時候想說 總是會有人做吧 然後等到禮拜五 再回來看 奇怪 怎麼 怎麼還是在禮拜一的原點 底下有三四篇說 這個資料太亂 太什麼的 然後沒了 然後就停了 然後大家就是 想要回去Push 台北市市運局說 你準備更好的資料 更好的品質資料出來 可是其實就我了解啦 他們有一個很困擾的點 是他們不知道 什麼叫更好品質的資料 剩下一分鐘 蛤 剩下一分鐘 好 我趕快要不要試試看 好 這個期間旅程有點太長 那 後來尷尬的點就是 後來尷尬的點就是說 好 那我就跳下來 用程式把它處理完 處理完之後 又丟回去 想要Machine readable 然後又等了大概一天吧 然後等一天完之後 怎麼看起來好像大家沒有要 就是好像後面那一波還是很困難 然後就想說 反正就想說 就放著 然後等下一個沒有人接手 然後 但發現等了兩天之後 發現 好像沒有那個沒有人 而且 這一等我覺得 根據我的想 我心中很害怕 後面又沒有人 哈哈 後來想算了 我就自己把它接手接到尾巴 然後就跑去Call中 中央總益算系統回來 然後看一看資料 而且資料還不全 因為那個 中央總益算系統的鳥看圖 是那個 另一種資料格式 然後那個資料格式的 轉換的那個邏輯 因為它是直接寫實在裡面 它已經轉號寫實在裡面 那一段你要進去看 然後要進去處理 就花了滿多 花了大概幾個小時的時間 那後來最後的結果就是像這樣 好 我們快速的在這一分鐘 會把它講完 最後的結果就是我們的鳥看圖 我們可以簡單的從各局處去看到裡面的細節 然後 點進去之後也可以看到第二層的資料 對 然後右邊可以對它表示一些其他的意見 好 這個相信大家都可能可以自己看 然後另一個就是各局處的那個 那個bubble chart 對 那這個就是資料中央總益算系統做的東西 然後 期完旅程到這裡呢 後來有一個我多做一件事情 就在裡面有非常多的留言嘛 我後來有整理了一下那些留言 問一下剛剛配齊的意見 就是裡面我整理了一些留言是 這個大概就是每個預算項目的留言啊 那這個是系統跑的所以還好 沒有什麼功夫 沒有什麼功夫 對 那裡面有幾個有趣的事情是 回呼一下剛剛配齊講的 其實有大概八成都是情緒性的留言 或沒有意義的留言 好 但是 但是裡面有六七個是非常有意義的留言 那我個人覺得 從個人的角度來講 賺到那六七個留言我就滿足了 What's to do it 這樣 然後像這個是各個類型的 我們來講一下 我大概找一下 我覺得有一個我很喜歡 很喜歡講的一個例子 有一個是 對 有些人說為什麼有補助這個 然後但是邊邊就跟他說這是簡列 對 但是其實我覺得 對 我覺得預算書裡面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他的說明只寫了 今年相對於上一年的差異 因為他可能覺得議員只會想給我看有差的部分 可是對市民來講 他真的想要了解的是 那個預算是由哪些東西組成 這個是我們還在不學的東西 那裡面有一個很經典的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我覺得是超級經典的 國中記憶教育只有 國中記憶教育1754萬 那 那個健康及血液安全基本需求是9551萬 那大家覺得這個東西比 記憶教育重要嗎 我覺得這個算是有抓到點了 你知道嗎? 可能他真的有需要啦 可能是一些安全設施或什麼的 但是 這個是 是一個很棒的Question 你知道嗎? 那這個東西他們會再丟進一張個局處去 試著去回應這些問題啦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蠻有趣的地方 對啊 然後他們會自己去 會自己 有一些類似的東西啦 那 因為今天時間有限 我大概就這樣說 那做完這個東西之後呢 做完這個東西之後呢 有一個有趣的點 是 一開始是台北市要做 我再給我聞喔 所以一開始是台北市要做 台北市要做 做完之後呢 各個縣市就突然間都來問說 欸我可不可以做 我可不可以做 然後有 估計有沒有聯絡的有 台中 嘉義 高雄 新北 現在有六個 然後 大家在問說能不能做 然後 我們就問他說 你有沒有開放預算資料 大家都說有 但開放出來的資料 都跟台北市最一開始的網頁版差不多 然後有一部分是真的有開放到還不錯 但可惜的是都是PDF 我真的覺得PDF是做這種事情的時候 最大的殺手 然後在高雄那個case 因為我那個有 最近有問到一些內幕 那還滿有趣的 高雄的那個土地處開放PDF 而不開放Excel的理由是 PDF不容易被篡改 然後我就覺得 你本來就是正官方的 但下載官方的東西 你PDF人家硬要改裡面 你也在他沒責 對我來講不是一個很重要的理由 不然回來這個 那 做完這個東西之後 有一天我去高雄 做完台北有一天我去高雄演講 然後剛好那天早上 他們內部終於 終於push完 把Excel版的版本放出來了 所以我就做一個高雄版的 就從1變成2 就是我們開始有高雄版的 那但是因為當時的 總預算系統的那個網址 是寫得滿死的 我那時候實在是沒有力去調它 那所以我後來就不得已到家第二個站 所以我就架了兩個domain兩個站 然後後來又 就是在接到其他縣市通知之前 然後後來陸陸續續 又接到很多縣市的通知之後 我就知道 與其這種麻煩 我們就不如把它給 再重新寫一個信號 把它給整個系統化 然後第一方面是 那個時候也有人 對這件事提出了一些意見 像是他覺得第一層的這個畫面太亂 因為以這個例子來講 你可能看不出來工程處其實是第二大的 但是以這個畫面來講 你可能看不出來這一整區其實是一個工程處 這是原本他鳥漢族的架構的問題 像這個是一塊 但是像這四個是一塊 但他視覺這樣簽到幾塊 會讓你覺得他好像不是同一塊 這是他覺得一個問題 然後另一個問題是 他先從資料面去說 他覺得民眾會想了解的是 台北市的總預算是多少 所以我們畫面上沒有總預算數字 他覺得這件事不太怪怪的 那另一個是預算排名前10名的機關是什麼 然後各的機關預算佔總比 我覺得這是一個蠻有趣的題目上的解讀 就是從資料跟題目的兩個交互指考之後 一個有趣的解讀 那反正他提了一些想法 那我來講 在時間有限的情況下 我大概說明一下 我們後來做什麼事 這是新版的網站 還在under 大家看local的資料還在開發 但是已經快做完了 那這一版網站第一個改善的點是 就是我們除了從中央總預算運用它以後 我們還要貢獻回去 所以我們就試著把它重寫 那這一版的網站在我們的設計裡面上 第一個是它是四層次的結構 就是你還是可以再點進去 最多可以到四層 然後上面這一條是可以回上一層的方向 那每個地方都會有 剛剛提到百分比跟這些資料的部分 對 然後底下是相關的情報 然後另一個部分是 我覺得我們原本的東西缺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表格 雖然我們原本是預算表字要視覺化 可是視覺化其實表格本身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表格資料本身是重要的一環 所以我做一個表格的搜尋 這個也是我在原本 在台北市的那一版 就有做一些簡單的改善 那所以我們有一些簡單的搜尋 然後可以看更多裡面的細節 然後可以做金額的排序 對 而且是我們知道它裡面其實有四層 就是局 就是主管機關單位 然後目的跟名稱 所以我們可以根據不同的類型去分類 像是委員局主管的有這些 然後底下的各個單位的預算有這些 然後底下相關一般行政類別總和有這些 我們可以再做分層的排序 讓他們更簡單去瀏覽 然後最後是那個變化圖 其實變化圖是變化最大的 原本那個圖最大的問題其實是 就是太 原本的圖其實是太小太碎 所以大家擠在一起 你根本說實在話 我不覺得有人真的有辦法看完全過的東西 對 但是我新的做法是 我盡量讓這些圈圈是比較明確的 而且其實這是responsive的 就是特別為了手機來特別設計過這件事 對 對 證明一下它真的是respon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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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有點 然後打開之後底下會有相關的說明跟留言 對 這個介面還有在手機板上要再看一下 但是WiPhone我想說的事情是 真正在給我最後一段做引演的空間 預算這件事情把它拿出來做視覺化這件事情 本身它的價值 我的意思是單頓這件事情的價值 相對我們整體的目標來講 是離非常遙遠的 也就是做預算視覺跟 視覺化這件事情 本身它的價值 讓民眾了解預算視覺還有非常非常非常遠的距離 對 但是在這件事情上 預算視覺是一個重要的入口 因為預算視覺化代表另一個重要的問題 就是預算資料的結構化 這件事是真正重要的事情 在這個新的網站上我們把資料的結構定義得非常清楚 清楚到它其實就是一個sale檔的格式 反正就是一個carbon base的格式 然後只要讓各局處是能夠照顧那個carbon base去填寫 他就有辦法自己在這個形容上上傳這個東西 建立一個屬於他自己的預算視覺化 換言之以後這件事情是完全可以去掉 Toynchews的middleman 而是直接讓各局處自己做的 這件事非常重要 而且當我擁有了這個資料之後 其實我這兩天有一個瘋狂想像 我現在有台北市跟高雄市的資料 而且這些資料已經被我正規化到同一個格式了 所以其實理論上我可以把兩個局處式的 兩個單位的款項目別直接加起來 直接拿在一起把它融在一起 然後兩個相減 做成兩個縣式的PK圖 我們可以看出兩個縣式預算分佈的差異 這件事情是要在你有前面資料的想像之後 你才有機會做的事情 你有一致的資料之後你才有機會做的事情 原本預算書你根本就沒有一致的結構 你根本就沒辦法做這件事情 所以這是非常重要的 那另一個角度是 第二個角度是當然最重要會接Open Spending 我已經查好要怎麼接了 那我想說的事情是 最重要的角度是 這東西讓我能夠去跟各縣市政府的資訊人員 跟他們的主機跟他們的業務 跟他們的資訊人員有一些進一步的互動 能夠讓他們理解什麼叫做 Machine Readable 你知道我最近終於在跟各縣市談 Machine Readable 就是真的是進去跟他們真正的業務單位 不是進一步的單位 是業務單位談什麼叫 Machine Readable 然後請他們業務單位 跟他們業務單位提供 我們能夠比較相對容易轉成 Machine Readable 的結構 來做這件事情 然後來完成這件事情 那這一段路其實重要的點是 我們在業務裡面 其實是能夠有很大突破的一件事 我知道你要拔我先我先拔 謝謝 Tony Q 給我們三個精彩的來這一套